主委 主委好 針對今天審查文化創育 產業發展研究院的一個組織法 那麼 個人剛剛聽到主委特別答覆 洪修祖委員 針對我們未來如何培育人才 也特別答覆到 未來要有一個育成中心等等 確實本期是相當 贊同設立所謂 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研究院 但是重點就在於 我們 要推展各方面的文創產業 這個文創產業的人才如何去培育 以及如何去激勵他 能夠 勇往 向前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文化藝術 是非常寂寞的 一條路 所以政府一定要 想出辦法 如何來激勵他們 本期發覺到 我們在台灣 我們往往文化藝術 各方面的所謂的大師 我們平常並沒有培育他 但是他成為大師之後 我們就認為說 他已經是國寶了 像這個朱鳴 我們以前 有怎麼樣來鼓勵他 激勵他 我所謂的鼓勵不是說你撥錢給他 我們在他整個成長的歷程裡面 我們曾經給他 什麼樣的一個舞台去伸展 那如果談到像 連夏威奇也是一樣 像這紅面齊王 以前沒有人認識他 突然他得到大獎之後 把全國關注 所以本期在這裡特別要請 這個聖主委 我們一定要重視我們整個文化 藝術人才的一個培育 那我們就以大陸上來講 我覺得大陸在培育整體的文化藝術人才 他們下了很大的功夫 那麼他們針對於各個不同的藝術領域 都會有他們提供一定的舞台 國家給予認證 本期簡單舉個例子來講 像在大陸 不管是宜興福 大家都知道很有名 福建的木雕 壽山石 或者所謂的石彎陶 這都世界有名 但是世界有名 為什麼世界有名 他們對於培植他們的國家級大師 他是有一定的程序 就光光要產生一個國家級大師 他要分很多的街 他們一開始是工藝美術員 升到助理工藝師 接下來到工藝美術師 還要往上高級工藝美術師 接下來到省級的工藝美術大師 到最後在國家的工藝美術大師 要經過這些一階一階不斷的往上發展 到最後成就一個國家的工藝美術大師 在大陸就光光這三十年來 三十年來他們產生了三百七十位國家工藝美術大師 因為他們有一個什麼法呢 他們是有一個法叫做傳統工藝美術保護條例 他針對於長期從事傳統工藝美術製作的人員 他成就卓越在國內外享有生意 而且技藝精湛自成流派的 他們國務院就組織一個審評審委員會 四年評審一次喔 四年評審一次 看一次通過多少人 那就看看那一年大家提供的名單 到底他們有沒有符合到這個標準 三十年來他們通過了三百七十位 那大家想說他這個工藝美術師到國家級美術大師 有哪一點可以呈現出來說 他們在市場上是不一樣 本期簡單舉一個例子來講 在民國七十幾年那時候 大陸他們是經濟比較落後 那時候我們經濟起飛 很多我們台灣的民眾到大陸去買這個瘦三十 就光光當時如果在大陸可以買一件 郭公升的他們國家級大師 郭公升的一件大概台幣 大概一萬到五萬 現在那一件作品現在大陸要買回去 最起碼超過一百萬 超過一百萬 最起碼都還有幾十倍 那十萬陶 劉船 莊駕 劉澤民 廖宏彪 這些作品更是沒話講 在二十幾年前也都是幾千塊 一萬多 兩萬 現在都上百萬 如果原作的話 不得了 這是他們到最後是 變成國家公益大師 才有辦法有這個價碼 現在全世界都在搶這些作品 但是每一件都超過幾百萬 有在瘦三十的小小一件 那個精品原作 哇 要一千萬耶 那不得了耶 那為什麼大家願意搶 那是好東西 但是跟他們個人的 藝術的地位是很有關係 因為他是大陸的全國的工藝美術大師 所以我請問一下 我們在台灣現在強調 所謂的文化創意產業 到底我們給這些文化藝術人才 提供了什麼樣的舞台 就我們台灣 我們有所謂的新傳獎 我們新傳獎 美術藝術各類分門別列 有這種新傳獎 但是誰辦的 是中華民國清商總會辦的 每年我都會去參加 看到他們那些非常的傑出 但是他是清商總會 頒給他們一個新傳獎 所以他拿著新傳獎 當然有無上的榮譽 但是他在市場上不一樣 他的作品是很棒的 但是他沒有國家給他的認證 在大陸可以國家給他認證 從助理工藝師 到工藝師 到高級工藝師 到省級的藝術美術大師 到全國的藝術美術大師 他們都可以這樣給他認證 國務院給他認證 那請問我們在台灣 沒有啊 那我們談文化創意 那還太早了 不知道主委 你未來對這部分 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的指導 那現在我們在文件會 並沒有說做到 每一個不同的等級來給認證 像你剛剛講說 這麼多的等級 可是對於比較優秀的 這些國家的 國家級的藝師 幾乎我們現在每一年 都是有五六位 都能夠得到國家 這個藝師的這個肯定 而且每一年也有 被認證成為藝師以後 他的這個作品啊 他的價值 以及我們國家對他的照顧 也都有一些配套的措施 那我們會把這個詳細 有個每一年執行的情況 請問這是誰認證的 是文件會 哪個單位認證 公益中心 他叫做什麼 這是國家的公益師 就我了解 這個就是國立台灣公益研究所 去辦的 去辦的 說國家公益成就獎 是國家公益成就 是表彰他在這個部分 投入他的成就 而不是去表彰說 他是國家公益大師 我們有兩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 您剛剛講的是公益所的 另外還有文資總處 對於各種不同 無形資產的藝師 也都有 而且每個月被認定以後 每個月還有給他這個補助 讓他們能夠安心的創作 當然補助這個部分 這是文件會有在做 但是你補助 他的程度到什麼地步 你認證了沒有 這條藝術的路是非常的漫長的 我們現在就針對於說 哇你已經是像黃海帶 哇那是國寶國寶 那你說租名 哇國寶 但是他拼了幾十年 在他非常灰暗的時候 我們國家有沒有提供一些 一些舞台 告訴他說 你現在程度到這裡啦 應該讓他能夠 循序漸進 一步一步的 有一個方向跟目標邁進 我覺得文件會 這個部位 未來一定要加強 一定要加強 不然這條路 太漫長了 一下子 每個藝術 這個工作者都想說 啊未來 哪一天我成為國寶 但是我現在到達什麼地步 我不知道耶 很多人 走了三五年 十來年覺得這條路 沒辦法生活下去了 但是你一步一步給他 你說像大陸那種 他進到某一間 他的作品的價格就是不一樣 他就是不一樣 所以他會生活無餘 所以本席是肯定文件會 當然對於這些藝術人才 有時候他們碰到困難 給他一些協助 但是應該讓他有一個舞台 看他到達什麼地步 有一個奮鬥的一個目標 因為每個人都想到最後成為國寶 恐怕他撐不下去 你要讓他有一個 一個台階 逐步逐步地往向前邁進 所以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主委 特別特別去研究一下 不然我們就是 全國美術展覽 全國美術展覽 真的能夠得獎的 就是這樣 他得獎的就是大師嗎 不一定 那是他那一份那個作品 可能比別人好 但是他是不是 國家級大師 所以這個部分 我希望文件會要好好去思考 不然我們今天談所謂的文化創意 那這些人才他沒有未來 純粹只是想說一個創意賣個小東西 一個茶杯設計的漂漂亮亮 文化創意 他賣不了多少錢了 他生活不下去了 而且只有這些公益也不行 要真正要達到藝術的一個水準 所以你不能只有消台灣 所以要達到一定的標準 一定要提供一些舞台 讓他們展現 多提供一些比賽 苗栗縣政府不是他都會去辦 木雕公益師 木雕公益師 他們的認證 苗栗縣政府去做認證 誰會重視呢 苗栗縣政府去做認證 他是跟什麼 三億木雕協會 跟苗栗縣政府 共同辦的 木雕公益師的認證 請問他如果拿到這個認證 其實沒有人會重視的 沒有人會重視的 所以最起碼 我們中間政府這邊要好好這個部分 好好來加油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